大家好,我是PB魔人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nextape style系列 齁齁 流金馬魯 鳳凰龍神丸 那看到這書上就知道PB網路限定 但反正這個系列已經全部都是PB了 不過還好台灣都有代理 所以入手難度跟價格也還可以接受 那鳳凰龍神丸它是在超魔神英雄傳之中 第二層通過的時候所得到的一個形態 那造型上有點像是龍心丸 尤其是頭部的設計 而它的武器還有進一步的變形機制 那我們先把它直接打開來看看 內容物到底有哪一些 那首先當然它有一個說明書 那它因為武裝上有一些變形的結構 所以它說明書是雙面的 而且這一次因為它的武器看起來比較豐富 所以包裝也比同系列其他 譬如說超魔神龍神丸來的更大了一些些 那另外每次看一次寫一次的地台 這個從來沒有用過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它給打開來吧 好那麼所有內容物打開就像這樣子 那本體我覺得造型還算是蠻好看的 那這個頭的造型確實就真的蠻像龍心丸的 那身上有一個最大特徵就是肩膀尺寸非常非常大 而且包含它的紅色跟金色的部分都是金屬風格的塗裝 看起來是非常非常亮眼 那其他呢像這個黃色跟橘色 我已經分不太出來哪一些是成形色 哪一個部分是所謂的塗裝 譬如說像它腳部看起來應該黃色是成形色 那上面橘色應該是塗裝 可是看起來上面這個橘色部分又應該是成形色 但總之兩者之間呢基本上沒有什麼色差 所以呢整體顏色上面的表現還算是蠻一致的 而且呢它有些部分是金屬塗裝 像旁邊這個類似勾玉的造型 以及呢頭上的這個紅色的部分 這都是蠻亮的 但是呢它的本體的部分呢則是消光色 所以呢顏色上的塗裝 它的顏色的層次我覺得也是處理的還蠻不錯 那至少呢這造型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另外它的配件的部分呢 首先它的手型除了基本拳頭之外呢 還有同系列全部都沿用的這種三個爪子的開掌手 那使用方式當然直接把它裝上去就可以了 那至於說呢它的武器的部分 那首先呢它有一個這樣的盾牌 造型也是非常非常的酷 那基本上呢它就是一隻鳥藏在裡面 裡面呢它的腳趾頭也在這邊 那使用方式呢當然手握著這個直接抓上來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就可以握在手上做一個運用 那另外呢它這一把劍的部分呢 平常可以收納在它屁股後面 這邊呢它有一個像這樣子凸起的結構 但這個結構我覺得它收納起來呢並沒有很穩固 因為它就從中間這邊穿進去之後呢 剛好卡在這個位置 但因為它的結構有很多非常銳利的這些尖刺 那所以呢在使用的時候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點 它可以剛好卡在這中間 可是呢我覺得它卡得也不是很緊 而且呢我也不敢用力去扣它 因為還是擔心會掉漆 所以呢這個結構設計我覺得也是很微妙 就跟之前的超魔神龍神丸一樣 就是它的劍的固定方式還是蠻鬆的 那至於說你要從右邊插進去還是左邊插進去 基本上都沒問題了 那以及呢它的手型的部分的另外一隻手呢 當然就可以握持它這個武器 那使用方式呢從中間穿過去就可以了 不過因為呢它是有一點點彈性了 所以呢在使用的時候呢就慢慢穿進去 那中間這個紅色應該是成型色 所以呢這邊應該比較沒有刮漆的問題 那主要是在刀刃劍的部分呢 它是用了金屬塗裝 那包含它的黃色以及上面這個保石細節也有做塗裝 所以造型跟細節我覺得也是還OK 這是它的劍的部分 那至於呢它的兩個翅膀的部分呢 則是裝在後面左右各有一個像這樣的洞把它插進去 那不過呢它這個插箱有點短 而且呢還蠻緊的 所以呢不是很好插 我在插的過程中呢一直會不小心彈飛 或者是呢不小心就怎麼樣都插不進去 這個慢慢使用了 我覺得這個在安裝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困難 但是呢就是需要一點點的細心跟耐心 我像這樣子慢慢把它裝起來就OK了 所以呢整個裝上來之後呢 這個大篷展翅 我看起來這個氣勢又是更厲害 整個造型上我覺得不管是它的翅膀也好 或是呢劍跟盾牌 這個裝起來整個造型上面呢 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尤其是呢它的細節的塗裝 我覺得也都算做得還蠻到位的 所以光是以外型來講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這是它的武器裝備使用的方式 那接下來我們就稍微看一下它的可動 那首先呢頭部的可動就很簡單 就是一個簡單的球體關節再加上一個轉軸 所以呢往前往後側向旋轉 旋轉還是這個領子會稍微卡到了 那以及肩膀的部分呢 它可以往前展開大概差不多三四十度左右 但是因為它的關節其實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呢感覺並不是很牢靠 那不然呢三百六度的旋轉 以及呢中間這邊跟超模神一樣 也是一個細長的一個轉軸 所以這個強度上也是令人擔心 那至於說呢它的手臂可以往上抬 大概到九十度左右 已經在上面這段沒有辦法旋轉吧 應該是中間這一段在旋轉 那它的一段關節大概差不多九十度左右 上面這段也可以轉 所以呢上面這一段跟下面這段的平轉都OK 那拳頭當然就很簡單 就是一個柱狀的插銷 那至於說腰部呢它也是有一點點可動 但是可動度也是非常非常小 大概左右側轉一點點而已 那它的腳的部分呢稍微抬起來到這個程度 往後可以到差不多也是到幾乎九十度 側向呢角度則是很小 大概頂多差不多三四十度不到 那至於說呢膝蓋的部分呢 關節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呢這個擺完起來真的 我覺得大概不用多久了 就整個會鬆鬆垮垮 不然它腳板的部分往下往上側向 大概就這一些可動 基本上呢這個系列可動呢 沒有什麼太令人意外的 就是這樣子 非常非常有限 而且呢蠻鬆的 那翅膀的部分呢讓它的轉軸 以及呢前後翻轉 那這一次呢它下面這一段 還多做了一段展開式的結構 這個設計倒是有點意思 所以呢它可以略微張開到這個幅度 但是呢上面這一片就沒辦法展開 如果能夠上下都可以展開的話呢 那翅膀看起來這個比例 它的展開的角度應該會更均衡 但只有做下面這一段而已 好這個就是它的所有的細節啦 那當然呢接下來就是呢 它的變形機制哦 那首先呢這片盾牌呢 把它的下面這一段呢 翻開來就會變成一個鳥的形態哦 這造型還是蠻酷的 它呼應這個所謂的鳳凰的結構 那以及呢它的兩隻腳的腳爪呢 則是要翻到前面來 好像這樣子就已經算是變形完成了 但是呢它還有一些延伸的機制哦 就是它後面這兩片翅膀 還可以進一步的再跟它做一些組合 不過在使用的時候呢 還是稍微細心小心一點點把一個一個拔下來 包含這把劍也是如此哦 它也進一步可以跟它的這個盾牌部分做結合 變成一個這個所謂的鳳凰的形態 好像這樣子 好那首先呢 它的兩側這兩片小零件呢 可以像這樣子哦 把它拔下來 這邊有個小插銷 另外一邊也是如此哦 把它給拔下來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把它的這兩片翅膀裝上來 但是裝的時候呢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方向哦 因為呢 它其實還是有正面跟背面 背面的部分呢 基本上它就是把一些零件的合模線藏在後面 所以正面的部分呢 它是完整的 後面的部分呢 就有一些像這樣子的零件的交界處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組合起來應該是像這樣子哦 會比較好看啦 就是呢 把它原本的左側的翅膀 移到右側來使用 另外右側的部分呢 移到左側來使用 這樣從上面看下去的時候呢 它的零件看起來呢 是會比較完整的哦 這是它的鳳凰形態的盾牌 那另外呢 包含這一把劍的部分呢 它也可以進一步收納在 它下面這個小空間 那不過呢 這樣子是沒辦法單獨固定哦 所以呢 它特別準備了一個像這樣的零件 可以把它給插在這裡 之後呢就可以固定住了哦 就不只是呢 整個翅膀展開哦 還留了一個長長的尾巴 所以你在動作上面 或是角度上面的變化上面 就會有更豐富的表現 那另外呢 當然你可以直接再把 這個鳳凰龍神丸的奇蹭在上面哦 這感覺又是另外一波攻擊的招式 也是非常非常帥的哦 好 那麼今天大概就是這樣子哦 因為最近我大概比較忙 時間不多啦 所以我們就簡單看一下哦 這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鳳凰龍神丸哦 我個人覺得 它不管是造型 或者是呢 武器的變形機制呢 其實都還算蠻好看 蠻有趣的哦 那如果對這個系列有興趣的朋友呢 前面都已經收了 那當然這一支呢 沒有不收的道理哦 那至少我是應該會 盡可能把這個系列收完哦 那麼今天就為大家簡單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